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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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甚麼 湘兒姑娘, 起碼人品也好一點 是呀 是呀 那個爛尼公主, 嘴巴又嘴巴, 嘴巴又嘴巴 如果她那麼聰明 就不用來我們這裡的雅光仔 是呀 是呀 有公主不做就來做賊婆 你說沒有古怪就選了 是呀 娘, 我肚子餓 行了…就有飯吃, 玩了一會兒 小弟哥, 怎麼忍得肚子餓 我去找找有甚麼可以吃的 不說開又不覺得 說開我也有點肚子餓 江嬸, 你肚子餓嗎 我做了燒餅, 你嘗嘗 不用了 我們的粗人怎麼能吃公主的東西 萬一你做了這麼多 來, 幫忙吃點 來, 幫忙吃點 我把衣服乾淨, 有多 我和兒子洗澡 你一定很想吃, 狗仔 來 小小孩, 貪喝貪吃 以後被拐主拐了你去 走吧 沒吃雞 很肚餓 沒有, 你們是誰當值呢 煮飯沒有 燒餅 你的 我做的, 你嘗嘗 那又不說, 很肚餓 我做的 你怎麼都拿進口裡 不怕的 吃蛇就說會生小蛇 燒餅而已, 不會生小燒餅 你真好 你每次當我監犯, 看著我幹甚麼 又不讓我吃這個又不讓我吃那個 我當然好 你不要命是你的事 你要顧著你的肚子, 我的孫子 我吃而已, 怎麼會噎到他 那當然不會噎到 但是人家這麼毒, 摸過的東西就有毒 你說燒餅有毒 我保你大了 我房裡有炒米餅, 賺飽它 收拾的東西自己吃 走吧… 程大嫂 對了, 醜味餅對不對 不好了, 你們吃吧 楊姐姐 燒餅很漂亮, 當然好吃了 不要碰, 有毒的 有毒? 有毒就更加要吃 雖元姑娘 你怎麼吃? 不是, 正在煮飯, 還吃甚麼 燒餅比飯好吃 好吃 你也試一點 不吃嗎? 謝謝, 楊姐姐 你們過來, 喝茶了 快點來 喝茶了 來, 走過來喝茶 快點來, 你們喝茶 你真是好人 是時候是要我拿茶來給我們喝吧 你們做得這麼辛苦應該的 雙兒姑娘 你人品又好又生得好 誰儲了你, 真是幸福 笑人家不跟你們說 多喝一碗吧 謝謝…喝過你的茶, 心也會甜一點 來, 多給我一碗 是嗎?是嗎?夠了 是 雙兒姑娘,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嚇死我了 一聲都不一聲就這樣拿下 十成十就是中毒 中毒, 中毒 甚麼事… 幸好我喝著你老婆喝得早 要不是那個烏薯薯的吃了那些餅 現在躺在床上就是你老婆 還一絲兩命 幸好我抓狗仔抓得快 我想不會吧 他明知道我們在懷疑他 他還敢下毒, 可能中暑的 暑的, 暑的, 暑的 一吃了那些餅就躲在那裡了 你說? 究竟這件事怎麼樣? 你怎麼說?梁姐, 你說清楚一點 我都說她了, 她不會這麼好人 無情情, 弄甚麼餅給人吃 是雙兒那個傻女這麼傻才會吃的 一吃完就躲在那裡了 又是她的好事, 讓我教她 怎麼樣…雙兒她怎麼樣 怎麼樣? 到底怎麼樣? 不用說了, 當然是中毒身亡 不用說了, 想說不教她也不行了 陳大哥, 雙兒姑娘不是中毒 我都說了, 她哪有這麼大膽 那到底怎麼樣? 是呀 雙兒怎麼樣? 是呀 本來是中毒的, 但現在又不知道中甚麼 雙兒姑娘的病很古怪 她經濟摘亂, 耐飾不昏 連我都看不清楚她哪有毛病 但不是中毒, 這些可以肯定 那好吧, 只要精神不是中毒 就可以慢慢醫你 可是徐兄弟還沒找到病原 又怎麼醫你呢? 總之我盡力而為 現在暫時先用藥 把她的血氣恢復暢順 看清楚一點再說 真想不到雙兒會這麼多災多了 知道不是楊姑娘下毒, 這樣也好一點 不是老請, 鑑山湯了她也像 二元帥, 雙兒姑娘沒甚麼大礙 你放心 是呀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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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來看看湘兒 老大姐, 早知道你來, 我就不用來了 陳大嫂 別碰我, 老婆 送我對你骯髒手, 快點 你幹甚麼? 不得公主 你老婆我連戴監製也沒命 所以說, 這個人電話也不行 你說夠了沒有? 公主, 你別生氣 你幹甚麼?你是不是臉膠瓦? 甚麼臉膠瓦? 你害阿湘兒還害不夠? 還害我老婆一絲兩命 你幹甚麼?你發瘋了 甚麼公主?公主 叫甚麼?她跑得越遠越好 她跑了, 我還喝水也渴了 我說你的, 太多了在胸口 你明明他殺… 殺人不斷眼, 你還得罪他 這麼罵他 你不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 我說你, 真是太多了 雙兒, 雙兒甚麼時候得罪過她 雙兒每次愛護她, 維護她, 討好她 到頭來應該睡一張蟲堂不生不死 不要嚇人 誰嚇你?我為了我懲家十八代祖宗 以後保釋平那個女人 你不吃藥怎麼行呢? 乖, 聽裘大哥說吃這服 沒用的, 天又吃, 夜又吃 吃都不見好, 六七天了 一點作用都沒有 雙兒, 你聽我說 你先聽我說 我的病不能治療了 雙兒 裘大哥, 楊姐姐很愛你的 我死了之後, 你就好好的對她 不會的, 你怎麼會死呢 我自己的病, 難道自己也不知道嗎 藥吃了進肚子裡 就像倒進大海那樣 不但沒有作用 還一天虛弱過一天 雙兒 只要你和楊姐姐開心 我就算死了, 也會死得很安心的 裘大哥不會讓你死的 你給點信心, 自己一定會好起來 那麼… 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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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三二歲 三二歲 李兄 我去了這麼久 集中沒甚麼事發生的 不是有甚麼事吧 甚麼沒有, 襄兒去 是 襄兒的事, 遲些再說 李兄, 你和澤大哥去華南 見杜伏威相應得怎麼樣 江淮的義軍果然氣勢義雄 現在差不多有五萬大軍 五萬, 跟雅公差不多 所以澤大哥 暫時留在他的部隊裡 現在是當地的大勢 見過先回一步 通知各位兄弟們 兩軍的合作 大致上沒甚麼問題 只要等他回來 我再長家部署 還有, 到時候 杜大哥會上來 我杜伏威的威名 如雷… 如雷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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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加了我們的亞光寨 所向無敵 想輸也難 對了, 程兄弟 剛才你說湘兒姑娘 他有甚麼事 他…他躺在床上 不知道說撞邪不動 徐兄弟, 一向醫術功名 三元帥, 你不要笑我了 湘兒姑娘的病真是很奇怪 她的經脈雜亂 又看不出她是甚麼病 吃藥也不見過好轉的 現在還一日比一日沉重 有這樣的事? 對了 李密當年有跟我一個名醫 好幾下三腳的功夫 好 不如去看看湘兒姑娘 那就最好不過 滿塔拿劇毒 是不是?我都說中毒了 現在大家相信吧 老程, 聽三元帥怎麼說 滿塔拿就是苗疆土話 意思就是滿人 這種毒至陰至寒 要前部在看來起碼一個月 才要毒發身亡 這麼厲害 怪不得我跟她把脈 完全看不出她是中毒 原來要前部過多月的 三元帥, 你真是本事 這只是機緣巧合而已 幾年前我浪跡天涯 曾經到過苗疆 我親眼見過一套人 中過這種毒 幸好三元帥你去的地方多 要不是湘兒人 死了也不知道是甚麼事 可是這種毒 因為發作緩蠻 很少人拿你用的 傳入中土的就更加少 所以連徐兄弟你也會瞞過 幸好三元帥你去見魂縣縣縣 如果不是的話 就白白送了湘兒姑娘一條命 那個女人也算陰毒 老程 到底是甚麼事 老程懷疑是蘭寧公主的所謂 除了她還有誰 那… 程兄弟 這件事事關重大 等大元帥回來再算 你暫時不要把人出去 李兄, 那湘兒的毒 幸好遺事未晚 我給他一張藥荒 那就有勞李兄 程兄弟, 你做這張藥荒去採藥 讓他連伏三日就會沒事了 這張藥荒去採藥草 蕨子無攻克之珠 這些事吞進肚子裡了 不毒也變成毒 這叫做以毒攻毒 別說了, 把三文碎說話出來 三哥, 其實… 我明白, 湘兒交給你 你放心 放心 真心, 打他吻他, 我也不會吞這種東西 不是吧?湘兒真的中了甚麼… 悶辣毒嗎? 那個女人真是毒辣 如果三年歲不是回來兩三天 買好棺材給湘兒也行 不是吧?蘭寧公主真的這麼毒 不是你猜的, 不是你初上山的時候 還經常黏著他, 黏死了嗎? 我怎麼知道他這樣 怎麼知道他好微好貌生沙塞 糟了, 我給他摸過肚子了 你害怕嗎?你害怕嗎? 不怕吧?摸一下中毒這麼厲害 我怎麼知道?你說得他這麼毒 不然… 甚麼? 你真困難 沒事…隨便是職教的, 耳毒攻毒 我九代單全都靠他了 你真是要小心 你真是要不要跟那個女人 行了…我見過那個鬼還不怕黑嗎 知道就好了 還有, 三元帥說 千萬不要周圍跟別人說這件事 行了…你當傻了嗎 真不真, 那個女人真是陰陶 甚麼不真, 是程大爺說給程大嫂知道 你不信, 你問問程大嬸 是嗎… 我的兒子就不會騙我媳婦的 我的媳婦就不會騙我 你們說是不是 糟了, 我要小狗避開他好一點 當然了 我的樣子比以前更恐怖嗎 樣子沒有變, 只是心變了 你們以後也是, 千萬別這麼貪喝貪吃 有甚麼呢, 最重要是拿一雙銀筷子試一試 才好進口 那口井最重要是看緊一點 那些小蚊子千萬不要讓他走出來 把他混進房裡 如果碰到那些溫神就要走開兩步 這樣就可以長命發碎了 你怎麼搞的 你弄得很香 你… 那些溫神很香 你… 你… 鋪了很漂亮 你… 我吃吧, 我根本沒胃口 還是不吃了 你…你… 你怎麼回事 情假審,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都摸過了, 吃不吃好 你不要, 你的東西餓不餓好 你幹甚麼… 快回來了, 坐回來了, 坐回來了 天有睡, 夜有睡 睡得整個人都瘋了 我說你才瘋, 真是 程大嫂 程甚麼大嫂, 我這人真是最不值得的 你知不知道你不是病, 你… 你中毒 你說甚麼話 甚麼話, 枉你當那個楊姐姐是寶 楊姐姐是前楊姐姐後的 樂部害你那個就是你的楊姐姐 不會的, 一定不會是楊姐姐的 她為甚麼會這樣做 不會, 會, 我騙你做甚麼 我騙你有得分嗎, 是她 你幹甚麼 羅這麼大肚子到處等 出去吧 不要, 要來找湘兒聊天 我騙你 騙你, 其實這件事跟湘兒有這麼大關係 我應該要告訴她的, 你說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要說甚麼要知道 你說吧 你先回去 湘兒 湘兒 韓哥, 你告訴我, 我是不是中毒了 湘兒, 你先喝一碗藥 是呀, 湘兒姑娘 你喝了一碗藥就會舒服很多了 最重要是喝光了, 很艱難, 你找到回來的 又白粥 老成 又鬆高了 湘兒姑娘 當然是苦力 是不是我喝了藥 就會解了我太久的毒 你怎麼會這樣做的 不錯了, 三天之後你就會好起來了 不會的 一定不會是楊姐姐做的 你相信我, 裘大哥 好好休息一下 一定是我自己吃錯了藥中毒的 你不要懷疑楊姐姐 除了她, 還哪有這麼黑心 程兄弟 不是嗎?她想讀佔, 裘大哥嘛 我們先出去 喂 真的不會的 我說過不跟她爭的, 裘大哥 她又怎麼會這樣做呢 算了 是裘大哥對你不住 只要你的病好得回裘大哥就放心 謝謝 唬件事 不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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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杨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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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康復了 為甚麼這幾天不見你來看我 我白讀前身的, 你不怕嗎 不會的, 我也不相信別人說 你怎麼這麼說的 無端百事, 你為甚麼要讀我 無稽的, 你千萬不要放在心裡 你不要再煩我好不好 楊姐姐 你相信是我讀你也好, 不相信也好 總之你現在沒有死, 就甚麼都沒有分別 楊姐姐 大元帥回來了 元帥, 大元帥回來了 大元帥 澤大哥 辛苦你了 大元帥, 你回來就好了 大元帥, 你回來就好了 大元帥裡發生了很多事 程兄弟 幾乎還弄出人命 發生甚麼事 湘兒姑娘種了苗疆的古怪毒藥 幸好三元帥回來才救她的命 所以等大元帥回來看又怎麼樣 我想多數都是那個難令公主 你… 程兄弟 這件事還是原案 你為甚麼這麼快就判斷呢 是呀, 何況湘兒姑娘也沒甚麼事 你還在這裡存 還以為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用甚麼離一離一離都一萬 這件事我持有分數 大元帥, 你住在淮南見道復不見成怎麼樣 三元帥是你和我一起回來的 不是有甚麼冬瓜豆腐嗎 老兄 杜兄已經被暗殺了 甚麼 甚麼 他死了 是, 每天都是我不好 好得不靚, 醜得不靚 杜復威是五萬二軍的首領 應該沒那麼容易遭人暗算 沒錯, 杜兄弟本身功夫也不差 殺他的人武功很高 我要看這條絲 除了頸喉一處劍傷之外 全身沒有半點傷痕 厲害, 一劍就封喉 要得你們絕學的人 據我所知全天下只有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武林明叔馮山老人 第二個就是他屍體浪著劍燕雲 但是這個人因為背叛師門 在二十年前已經絕跡江湖了 趙介絕不是馮山老人 馮山老人每殺一個人 一定會留下一個圖勇 而且他也沒理由要殺杜兄 沒錯 難道是浪子一劍 燕雲重出江湖 他早已現身江湖 不過不是叫浪子一劍 他改名換姓 已經是蘭嶺公主的四名近衛之一的 無名盜人 慢著, 為甚麼你不早點說 人家都自豪無名盜人 我何必脫人喝屍 不用心了 一定是蘭嶺公主派他去殺杜復威的 老程, 又在這裡胡說話 這件事我也在懷疑 為甚麼沒有別人可以調到無名盜人 沒錯, 兩岸齊法 不是他還有誰 那他也算毒 一邊派人去殺杜復威 一邊派人去殺杜復威的姑娘 蘭嶺公主始終是我們請回來的客人 這只是我們推測 三哥, 要你不反對的話 我也想得個文法 有這個奸細, 我們搜 你幹甚麼 阿五 是你叫他們來搜的 我也是為你設想的 你若非身有此怕甚麼我們來搜 走 你… 事無不可對 你不是大方一點 大方極, 我也想知道為甚麼 不用裝模作樣了, 公主 光懷疑君杜復威的死 你不會說不知道 是你的手下無名盜人做的好事 你真是本事 你真是不說道理 相而中毒, 你們就懷疑我 現在這麼遠的地方死了 你們就入了我的數 楊姑娘稍安無重 我們只不過想查個水落石出 對了, 楊姑娘 杜復威被無名盜人所殺 這件事實 但是你和無名盜人的關係又這麼密切 怎麼密切都比我和王兄 就算你們要懷疑 也不用等到現在 我只想問你一句, 是還是不是 就算我說不是, 你會不會相信 放這隻皮 你這個女魔頭, 鬼計多端 小兄弟, 搜到甚麼 就是搜不到, 她才是鬼計多端 還有甚麼公正言明, 簡直一派胡言 胡言就說我亂說了 是, 程兄弟 我習某做事一向恩怨分明 在未有真憑實據之前 是不會亂誣衊你的 是呀, 最好 杜復威被無名盜人所殺 我們站在江湖道上 是很應該為他報仇的 對了, 楊姑娘 不知道你要可不可以說出 貪知人的所在地 讓我們找無名盜人替杜復報仇呢 真是好笑 這件事根本是與我無關的 不用問了, 無名盜人是個真信 你看他的樣子, 他怎麼也不肯說了 楊姑娘 為了表示你的清白 你還是坦言相告好一點 對了, 既然你已經脫離了朝廷 說出來也無妨 就算我說也沒用 楊姑娘,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你用腦想想吧 我脫離了探子營這麼久 他們會不會愚蠢 用那裡做探子的大館營呢 對了, 他們沒理由這麼笨 用那裡做大館營的 我說你才笨, 聽人家說 我說他們就沒有離開過探子營 程兄弟這麼說話也有些道理 正所謂虛則實之, 實則虛之 難令公主這麼說話 分明是不想我們去攻打他的茶餘 無論怎麼樣 這是唯一找到莫名盜人的方法 我們一定要試一下 三哥 那也好, 至少得個明白 不用我們再二雲震震 沒錯, 你們就出去挑一批好手 我們就準備出發, 一切以小心為重 但是, 難令公主會通風報信 放心吧, 有個老程在這裡 不要通風報信 休息了, 不能休息了 假如酒莊真是空 那我們就不用再懷疑楊姑娘了 楊姑娘沒有騙我們 這裡真是封了很久 既然一場來到, 等天黑之後 我們偷進去, 探個虛實 不用到處找吧 他們全部去攻你的探子營 連你的張三郎也有份 真是 因此故此失彼 這個經巢而出 很可能會被人承虛而入 不是吧, 你真是… 你甚麼時候相信我說的話 人數天呢 我們還要發見 過分尊 聲鼓下 散射堵 incremental 被剪刀的人 小心 救命, 抓住肩膀 踢走 小心, 蹲下 別碰 你不知道怎麼樣? 糟了, 李兄 不要追, 我們已經大功告成 可以回去跟主人覆命了 是… 甚麼? 我們派出去的兄弟 全都死死在探戶裡面 三王一事大意 到這麼多兄弟枉死 誰怪你事 明明是那個妖女 有心智的陷阱 我都說她不是好人 如果早就殺了她 不用今天這樣 楊姑娘的嫌疑雖然很大 但是在真平實據之前 我們不如輕舉妄動 三元歲, 你差點被她害死 還做好人 始終雅江寨的兄弟 一個一個被她害死了 是 我們雅江寨 一向恩怨分明 絕對不可以無憑無據 定一個人的罪 還是先看清楚一點 而且我們有所防範 兩個也耍不出甚麼花樣 是 大元歲說得對 我也同意這麼做 三哥 這件事總會水落石出的 你放心 好可憐 九姐老頭 走 走 走 你…楊姐姐 你為甚麼抓住她 對了, 老程, 你放了她才說 不用說了, 她殺了我們這麼多兄弟 我要殺了她 報我們兄弟在天之靈 幸好, 如果不殺了她 還天理何在 你們人得世眾 黑黑的藥質磊流 那還有天理 你是藥質磊流 我說你是女魔頭 你的心比毒蛇 比毒蜘蛛 比毒白燭 比毒龍蟾 比毒都沒這麼毒 何止, 簡直是天上的糾頭鳥 看見你也要斬頭下來 推臂三射 你們別這樣說楊姐姐 誰知道我還要挖了個心 剃爛了胃山狗 沒錯, 你敢 甚麼不敢 你殺了我們這麼多兄弟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命 多麼矜貴 你看這家爺仔, 全和鬥 你看這個, 總未滿月 你殺了她爹, 你還要有人性 你閉嘴眼看見我殺人 他們的死怎麼都與我無關 你們不要陷害人 你不用抵賴了 不殺你還有天理 狗仔 你來 請大叔給劍屁 殺了這個女人和你爹報仇 你… 你很卑鄙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狗仔, 殺了這個女人 和你爹報仇, 去吧 不要 不要 殺她 不要 走 你怎麼可以妄動私刑呢 還不替你幫忙 是我要殺你嗎 那些孤兒寡風也要殺你報仇 不過狗仔只有七、八歲而已 七、八歲就不用報仇 你想信私, 我們不會幫你信私 你… 齊兄弟 要查清楚這件事的是我 絕對不關張三哥的事 那現在去證據確鑿了 那還用不查呢 你還認為探子營的事 是我自己說的 不是你說的 誰知道我們是探子營 我早已經叫你們不要去的 是你自己要去的 現在還怪我 沒有人怪你 可是我們兄弟 個個都是有用之居 他們不能白白的枉死的 你說甚麼 我說甚麼 你自己應該知道 你也挺聰明 越是叫我們不要去 越是引起我們的好奇心要去 事後退得一乾二靜 你也挺野蠻的 是呀, 你這麼說 喜歡怎麼說都行 那你現在就在那裡惡人告狀 說我?我哪有教你這幫人惡 還喜歡三安八做 簡直的罪名給我 我真的想有錯了 楊姐姐, 你去哪兒 去哪兒也好 總之就不喜歡 留在這裡受了這種冤枉氣 別抓住 如果要走入樓下的人頭一頭 你是要幫她妖女 你人多細重 要我楊雅五一的人頭 又有何難呢? 但我人頭一落地 你雅剛寨的威名 就當言無處 你想清楚才好 楊姑娘言之有利 大元帥 你這麼說她言之有利 兄弟, 我們雅剛寨 是一支人而知事 絕對不能無憑無據 殺一個人 在下斗膽請楊姑娘坐下 讓我們把這件事 查到水落石了之後 再向楊姑娘推出 那你真是要囚禁我了 澤某不是這個意思 不用再說 你滿口仁義道德 原來我一樣是個糊塗的 阿五, 不能對澤大哥無慮 我現在是說錯了嗎 當初我已經下山了 是你敢找人接我上來的 做千般萬能 我才留在這兒 楊姑娘不需要這麼激動 發生這種事我也不想 就請楊姑娘屈走 別再說了, 你要不就殺了我 要不就別再妨礙了 楊姑娘 澤大哥也是為你好 我不需要有人為我好 我也不想再留在這兒 任人無辱 你這兒的熱言碎 他應該說我主事公道 我… 澤大哥的意思也真是我的意思 你很應該留在這兒 是非黑白 終於有一天水落石出 看來不走等同那天 我已經伸手二處了 我可以保證… 你可以保證甚麼 你可以保證得不是我做嗎 看來在你心中 亦早已經定了我的罪 阿五 我不需要任何保證 我要走也沒有人攔得住我 除非你殺了我 除非你個個都不顧身份 不分青龍做飯 終於枉拾無辜的話 我亦樂於奉陪 好笑, 無辜 終於也會上樹了, 無辜 好, 證據 你拿證據出來 你拿到我的人頭奉上 證據呢?你拿證據出來 證據 你拿去 你們雅牙一個個都不說話 說點話吧 好, 楊姑娘, 你可以走了 你瘋了嗎?放虎歸山 後患無窮 是呀 我們雅江寨 全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 全都不亂把人定罪 既然一時之間 不能定他死罪 那就很應該任他去留 是呀, 但是明知道他是奸的 我要的是事實 楊先生 各位, 我禮物願以聖命作捕 只要有人查到他是楊姑娘所為的話 就算是天涯海降 我也會把人頭拿回來 但是現在, 只要他不喜歡 就可以馬上離開 李兄弟說得對 蔡三哥 阿五是我的朋友, 我不便當年 李兄以逼雲天 我們也不能夠偏事 別讓我查出真是你的所謂 我第一個就不放你 裘艷霞, 你果然是大仁大義 小女子實在不配 跟你這個大英雄在一起 我現在立刻入執, 就此告辭 楊姐姐 裘大哥, 你快點去追他吧 要不然他這樣下山, 很危險的 雙琦, 你照顧吧 他就說被那個皇帝大哥追殺 誰知道不是在一起演戲 我現在擔心他躲在皇宮 我們不知道怎麼找他 不會的 楊姐姐 楊姐姐, 你真的要走嗎 不要走 你皇兄不會放過你的 我求求你, 我不想你死 楊姐姐, 楊姐姐, 你不能走 不要走, 楊姐姐 我們不能讓他這樣下山送死 楊大哥 你這個楊大哥 只顧著自己大仁大義 楊姐姐, 又怎麼肯為了一個女子 敗壞自己的名聲 就是天光 那天光齊了, 自走還沒遲 既然是一定要走 又何必計較為天光還是天黑 楊姐姐 讓他走 九大哥 楊大哥 我也想看清楚 究竟他跟皇兄是不是真的鬧了 連你也不相信他 聽心險我 我身為雅剛寨的意願衰 還要顧著雅剛寨上下的安危 實在我不處處小心 可是由得他一個人這樣下山 很危險的 別說他皇兄不會放過他 連江華義軍也要殺他的 那唯有國安天命 如果他真的替皇兄做事 一定有人保護他 是就沒事了 那不是呢?他就慘了 時光見人無限變動 那一陣子 世情 就遲住多作龍 讓我揮手 退開天際白魂 在何本我